嗯 大家好 我是小张 以后普出发亮讲 现在的话是下午4点40了 很晚了 刚才的话 弄了一些视频 这几天都没弄视频 今天早上5点才睡吧 啊 就是尽量过通宵 然后今天下午2点多才起来 我今天的话打算去买那个冲凉的工具的 我 我来东莞应该有半个来月没有冲凉了 就这两天温度比较高 今天温度是21到30度 明天的话是最高32度 这这几天应该是接下来这两三个月里面最高的了 可能话适合冲凉 方面的话温度越来越低 就不想冲凉了 哎 现在的话准备去买那个 洗头油之类的 还有那个烧水的工具 不然的话没法冲凉 因为我那个房间是没有热水器的 毕竟房租便宜嘛 今天虽然报的是现在30度嘛 但是我感觉这个温度也就20多度吧 昨天晚上吹那个风扇 都感觉凉瘦瘦的 盖着被子吹的 我发现这边有一辆新车 长安凹上 排都没有上 啊 上在那边 这个车挺好看的 看 感觉这个车跟我的气质挺像的 这个车的话应该不贵吧 新买的 我现在来到超市了 买点东西吧 我刚才买了那条护子 我再买点啥的 刚才的话买了一堆东西啊 消费123块5 我后面的话有个理发店 我以前捡过 15块钱的 好像是 你看吧 那个剪头发 洗剪吹15块 挺便宜的 给它看看吧 我买的东西 这个的话 68块吧 这个是我看中的一个超大容量的 这个比我之前那个水壶大得多 我之前那个洗的澡要烧两三壶 这个应该一壶就差不多了吧 有点小贵 还可以吧 然后这个的话是那个 公牛的插座 这个好像是 30块 还可以 这个可以支持到4000瓦最高 这里的话 一条裤子 看过了 一瓶这个洗钱机 洗碗方便了 然后 这里有这个 海菲斯洗澡油 我本来想买一瓶的 算了 那个沐浴露的话 那里有 嗯 这是三个周克留下的桶 还是挺好的 然后这里的话 有留下那个沐浴露 沐浴露的话 我都不用买了 现在是下午5点40了 天马上就可以了 就在这里吹一下风扇吧 我打算 等下去剪个头吧 真的 刚才这两天的话有点升温 但是也不是很热 我这头发长了就很难受 现在下午 5点50 你看吧 这个太阳就快落山了 这一天的时间过得好快呀 算了 还是剪个头发吧 哎 那里在这里剪 这里剪个平头 自己做一下 弄好了 准备回去了 头发短了很多 现在差不多晚上6点50 你看 剪了个头发 感觉 脑袋轻很多 我没记错的话 我上一次 剪头的话 应该在那个 西藏的巴树线吧 距离现在应该过了 五个来月 挺久的 我等一下的话准备冲凉 跟他说一下吧 刚才我去理发的时候 那个老板提醒了我两次 要不要关火子 我说不用 为什么 因为我要亲自剪给大家看一看 是这样 刚才理发的时候 第一个人 好像用了半个小时了 他又是 枕头 又是刮胡子 又是洗头 就用了很久时间 我很多时候我是不想刮刮这胡子的 因为有几次我刮胡子之后 按播放度下降了 有人说 我这个胡子是灵魂 不能刮 一刮就没灵魂 等下来看大家看一下就可以 看吧 看吧 这个刮到差不多 感觉在外的是不是 没有胡子的万维灵魂 因为我这个 牙齿有点健行 就这么回事了 洗澡的话很容易的 用这个烧一下吧 这个水壶之前比之前的大很多 我给大家看吧 确实大容量的 这个比之前要背一背吧 之前用的是小壶 电影只剩两个 加上这公牛的叉状 非常的耐心 洗澡的话其实非常简单 把这个里面加热水就够了 看吧 把这个包装好好刮一下吧 早已经洗好了 衣服也换了 我去外面买点吃了吧 就不做饭了 现在太晚了 现在晚上出来还是挺凉快的 有一点微妆 这个降温暖之后 感觉还冷静了很多 前那时天气热的时候还人多一点 这个是那个公安锅盖 我上次买过 还要锅盖吃吧 这应该是湖北的小吃吧 我老是看你晚上会的 我老是很贵 可以吧 在这里买一个 就这个放驴烤的 在那里揉那个面团 就加一点馅料的 本来我就卖的便宜 你浪费 对 温度凉了就保卖了 这个价格还可以 这温度一转凉 生意也不太好 人少了很多 在那里搞那个面 就是放里面的 在东莞这边可以吃到各地的小吃 来这边买点凉菜吧 刚才老板还在那里做 还是那 两对一对夫妻吧 老板老板娘 又是经典的 搅拌 再调料 搅拌好了 15块钱的的 凉菜 看一下那个老板的锅盖好了没 他们都在那里等那么小吃 这边没有之前热闹 我那里面刷一点辣椒 这个这个很久没涨嫁了 拿个鸭腿 两个胸 准备回去吧 刚才的话买了一堆吃的 消费了 消费多少30多 不贵 你看看吧 这里的话整了三个 锅盖 这应该是 湖北特色小吃吧 果然是湖北特色小吃 然后的话这里是那个 凉菜 两根烤肠 一个 压架 压腿 非常好的给 兄弟们开饭了 这个的话是那个果盖 这个的话 原味的还两块钱 挺划算的 主要我用那个一个白糖的一个 那个没没菜的 所以的话就多了几块 就一般买原味的 都没有一条药 可以那个老干妈吃就行了 两块钱一个还是挺便宜的 东莞这边的话 能吃到 全国各地的 小吃 正不正宗的话 不一定 要看老板正不正宗 毕竟是东 毕竟东莞是 一个人口 破千万的城市吗 挺好吃 反正一般都是这样的 你荷兰饭店的 那个老板一般都荷兰的 湖北饭店的 老板一般是湖北的 嗯 还有那个什么 香菜川菜 一般都是他们 从家里过来创业的 然后这边多长一点 毕竟毕竟这个地方人口多 人口流动量大 而且这边 相对开放一点 就是 比较自在一点吧 我说那种情况 大家很多人都受 这个情况的影响 不好做声音 但东莞这边相对好一点 广东这边相对好一点 这边老板说挺客气的 在广东的话 别人不是喊你那样子 就是喊老板的 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那个 羊腿 十一个吧 这个八块钱一个 大家说 说是不是很划算 味道挺好的 而且这个我听老板娘讲 很多年都没涨价 这口价是两块钱一个 我感觉我剪了这个头 量窄不少 一下子就年轻了 但是 之前为什么留胡子 已经好久没挂了 因为很多人说留胡子 比较有灵魂嘛 所以我都怕没挂 我今天剪了 就那个你发的话 洗剪吹 才十五块 你说划不划算 是不是美滋滋 而且那个 理头发的似乎相担任着 真的 我觉得很不错 那这里的话一个月 两千来块的消费 那就没自知了 不需要太高 可能 从明年欢季的时候嘛 过了冬天嘛 开始升温了之后 我可能就去别的地方 桌上不起行 也可能要离开广东 因为广东晒得太长了 肯定待不住 都空调房也不舒服 这个凉菜的话作为主食了 你看 十五块钱的凉菜分量港港的 是不是 就我觉得广东 然后感觉比较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方 一个是佛山这两个地方非常的好 都是消费一滴 然后的话各方面还好 也是新一线成熟 很多人说 小张你一回到广东就满脸笑了 在外面点的南港是这样的 不管是我很多人回到了广东也是满脸笑了 为什么 因为往这边包裸嘛 自在 没有那么多 高兴到家 在这边的话能比较实在一点 然后的话怎么说呢比较客气吗 然后然后的话是怎么情况呢 就是这边对外地人 是特别欢迎的 我现在有些地 我都不想说了 那那有有有些地方那个 看到看到外地人好像是傻了 就那种感觉 特别好奇特别警惕 就是越警惕的地方 我 觉得越没意思 太过于警惕让人怀疑人生 这就是广东的好吗 我平时的话 晚上饿了 就煮一点面吃 然后 煎一小鸡蛋 简单吃点 但是今天晚上的话我就应该不用 不用做这个面 因为晚上睡的比较晚 我觉得在广东 就能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了 毕竟这边创业的人太多了从家商过来创业的 这边创业环境我觉得相对好一点吧 像广东的话缺点就是天气热夏天长 但是现在的广东 从 11月份嘛从下个月开始现在还好 现在都很舒服了 从下个月开始到 二月底都是美之之 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美之之 这个天气 像你们老家的话可能冻的涩涩滑倒 我在这边的话 特别牵引 嗯 情况就是这么多了 开下平常把这个房间的水 水分垂垂 今天又是非常熬力的一天 月谊